相信大家呢,在日常的护肤当中 就是很常会听到水油平衡这个字 水油平衡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护肤当中 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的,就是Balance 所以不管是你的肌肤过油还是过干 其实都是因为你的水油失去平衡的表现 就是我们的肌肤简单来讲 是用水跟油来保持那个Balance的 如果够Balance的话呢,你的皮肤是最完美的 但是就是像这句话讲的 如果你的皮肤就是太油或者是太干 就是你的水跟油已经是不Balance了 应该你也知道说你一杯水放在冷气房 久了之后会怎么样,就会蒸发掉 那蒸发掉的水分呢,就是说你的皮肤越来越干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要擦一些带有油性成分 一点点油性成分的保养瓶来锁住你的水分 好,来 好,来,你看哦 好,看到这上面的这一层油吗 你倒了一层油在你的水上面呢 这样子你的里面的水就不会流失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皮肤不可以完全没有油的 所以油是这样子的作用的 就是你看哦,它是锁着你的下面的水不给它蒸发掉了啦 所以就是一个Balance哦 就是这样子的皮肤状态呢 是差不多在PH5到5.6之间这样子的皮肤状态,OK? 看清楚哦,这是中性肌肤哦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原因造成你水油不平衡哦 OK,就是我刚刚讲 这是我们最理想最平衡的肌肤状态嘛 那一定会有一些原因造成你肌肤太油或者是肌肤太干啦 第一个就是先天的原因 这样子的人呢,就是天生皮肤太薄了 你很不容易锁水 就是你皮肤太薄哦 你的这一层油哦,有点少 所以呢,你锁不到你的肌肤的水分 所以呢,你就缺少了那些保湿因子啦 所以变成了天生的干性肌肤啦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日常护理不当 第一,很多人会过度洗脸跟去脚趋 第二个就是平时卸妆不彻底哦 卸妆都忘了来的 你的餐妆阻塞着你的毛孔 导致你的毛孔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泄 所以呢,变成痘痘肌 不规律的做吸盒饮食 就是熬夜啦 饮食重口味啦 三餐不定啦 好,就是呢,你熬夜 饮食重口味 三餐不稳定 会让你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你的体内和耳末很容易受影响 所以导致你的痘痘啊 粉刺啊,狂生 然后呢,还会你的脸爆油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皮肤缺水啦 如果说你皮肤缺水 来,你想一下 这个就是你的皮肤 你这个皮肤里面什么水都没有 或者就是你这个皮肤 你什么水都没有 你只剩下油 你剩下油的话呢 你不要讲了 就肯定是油水失去平衡了 OK,缺水的肌肤 会分泌大量的油脂来锁住水分 因为它怕你皮肤干掉 所以它会一直出油 一直出油 出到你整个油满满为止 大油甜肌 就会变成粉刺 黑头很多草莓B 那再来呢,就是会变成了痘痘 OK啦,就水油不平衡有哪些表现 通常会有两种表现给你看 水烧油烧就是属于干性皮肤啦 OK,干性肌肤呢 保湿能力都比较差 OK,也比较缺水干燥 来,缺水是怎样呢 就是你的水不够多 你的水可能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你的油呢 来,你的油就这样一点点而已 你的油根本就盖不到你的水 你看全部油都在这边 其实它盖不到水的 所以你的水分很快就流掉 但这个呢 就是你的水比别人的少 油也比别人少 所以呢,你保湿能力很差 而且呢,皮肤很容易干燥 就可能会脱穴之类的 甚至有细纹 所以呢,保湿锁水是关键啦 OK,再来呢 就是水少油多 哎,就是属于油性肌肤啦 这边的水就是这么的少 来,这个是正常的嘛 如果你的水分比别人的少 那你的肌肤就怕你的皮肤会干掉 所以呢 这就是油 哇,好多油好多油好多油 哇,整脸都是油哦 你看 为了要达到跟它一样的Balance 你看哦,我倒了这样多油 为了跟它达到一样的Balance 所以你的皮肤才不会干 但是你的脸已经这么多油了 看到吗 是不是够力了你的脸 这样子已经开始上变Balance 开始有黑头粉刺猪塞 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正常的一点点油脂在上面 然后下面多多的水 这个叫做多多的油 少少的水 护肤方面呢 就是要加强保湿啦 所以不管你是干性肌 油性肌 补水保湿真的很重要 然后再来呢 就是生活跟饮食作息也是很重要的 不要吃那么多的炸鸡 不要吃那么多的麻辣糊 不过零食可能也是少一点点 所以呢 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啦 少熬夜 饮食清淡 你的身体内部的荷尔蒙 也是可以调节好 你内部的油脂也可以调节好的 就是这么的简单啦 所以呢 要有一个好的肌肤呢 就是要注意你的水油平衡